鲫鱼汤,奶白奶白的,味道鲜美,非常适合在秋冬季节饮用,不仅可以化碳手壳,开胃消失,消至瘦身,还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。 预防感冒,是一道非常有效果的瘦身碱进养生汤,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熬的鲫鱼汤却不是奶白色的,颜色不对,味道心还半有苦味。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再煮鱼汤,之前把鱼煎成半熟,而且火开得太大,鱼有焦感,所以我们的汤才会苦涩不白有腥味。 所以制作鲫鱼汤一定要记得煎鱼煎半熟,火小不焦,这样煮出来的鱼汤才会好喝。 制作鲫鱼萝卜汤,很多人都卤了这一步,难怪做出来的不好喝。 制作鲫鱼萝卜汤,包一米骨为爱,配料,制作鲫鱼一条,白萝卜半根,葱适量,青盐适量,凤球冒鸡粉,烹饪不准,一准备材料,制作鲫鱼斩杀,清洗干净,一根白萝卜,两颗葱,一小段浆,二制作鲫鱼表面抹上少量,料酒和盐,腌制15分钟,三颗里烧热放油,放入鲫鱼煎,一面煎后翻到另一面煎,四煎至两面筋。 放入少量量酒,葱和生姜,倒入适量清水大火煮20分钟,误煮鱼的时候,把白萝卜去皮切丝背容,6.20分钟以后放入萝卜,加适量盐再煮5分钟。 药物少量基本可以最大程度发挥鲫鱼鲜,味道很鲜美,并且减肽还养颜,烹饪小贴士,一,鲫鱼只有益气戒皮,消热烈,利尿消肿,清热戒毒汁功能,并有较低胆固醇的作用,所以多吃鲫鱼可以达到一定的瘦身效果。 二,清洗鲫鱼时,可以把鲫鱼全部放进一个盆子里,然后在水里加一点残结氢,被残结氢覆盖的一部分水与空气隔绝。 鲫鱼在水里就会觉得缺氧,会把身体伸出来呼吸,这样就达到了清洗的效果。 注意,残结氢合适就行,不要加太多,不然鲫鱼在水里不能呼吸,很容易窒息死掉。 二白罗果对集满性咽炎都有很好的作用,可以缓解咽痛,咽该这些症状。 你是过喝鱼汤减肥吗?喜欢美食节的文章请关注、分享。 你有什么供点和想法,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,和大家一起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